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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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第一次要去做 我自己就想了很久 一直想說牌子應該要怎麼做 可是後我想想不對啊 我不用想那麼多啊 我只要依照我中心思想 然後把它很真實的表達在 這個拖鞋上面就好了 於是我就想我當下呢 就是肚子很餓 我想說如果能吃到好吃的東西的話 你看我現在口水都昏迷出來了 如果能吃到美食的話呢 那真的會非常的開心 而且我當下也正在寫歌 那我就乾脆把音樂啊 把創作啊跟美食啊 做一個連結 畫在這個拖鞋上面 就是一個在吃音符的小人 然後他說好好吃喔 就是聽到好音樂的時候啊 或者是感受到潮流的時候啊 或者是吃到美食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哇 啊不感覺 創作靈感喔 我覺得無非就是 跟人相處的時候吧 就是不管跟家人 或者是跟朋友 甚至是跟歌迷之間 或者是跟喜歡的人的互動 還有那種心情的轉折情緒啊 都有可能會讓我覺得 那種特別的感觸 我一定要把它寫下來 才能當作是一種紀錄 或者是一種發洩 然後通常那就是寫歌的靈感 他可能只要兩個字 或者是只要一句話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首歌 所以耐人尋味的酷就是堅持 就是 你今天看到他就是很開心的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十年後看到他 還是貫徹時中起做得更好 甚至傳承 或是更加的發揚他自己的理念 然後做得有聲有色 我覺得那就是一件 非常酷的事情 就會讓我打從心裡覺得 哇好酷 然後很想跟他一樣